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立院近期出审 通过了18岁公民权修宪案 如果后续能够顺利拍板 未来我国满18岁的年轻人 就可以参与总统、立委、县市长 以及议员的投票与罢免 不过这个公民权下收到18岁的议题 是还没有送出立法院 就先引起蓝绿激烈的口水战 尤其是在修宪提案的环节 按照现行法规修宪案 必须先由四分之一的立委发起提议 不过关键就在发起草案之后 后续还需要进行院会的内部表决 通过的门槛是必须由立委总额的四分之三出席 以及出席立委里面要有四分之三同意 那么以目前立院共有113席立委来看 国民党掌握的席次就有40席 比例上是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只要国民党团刻意抵制或者是不出席 这项草案根本没有机会过第一关送出立院 而现在不止国民党的杯葛行径引发关注 蓝营智库学者似乎是提油救火 因为他语出惊人的说年轻人总是人云亦云 而且有很多靠霸足 要大家对于下修公民权的年龄多想一想 面对公民权下修议题掀起修宪角力 如果这项提案通过了未来会对台湾选民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而蓝营为何极力反对满18岁的年轻人出来投票 带您继续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18岁公民权修宪案最近在立院炒得火热 国民党智库也在24号召开公厅会探讨限改议题 对于朝野普遍主张把投票年龄下修 文化大学教授杨泰顺不仅抱持不同看法 甚至语出惊人的表示 890年代有很多靠霸足且容易人云亦云 因冷静思考是否要调降投票年龄 此外一出招来不小的批评声浪 这个已经不是用公关灾难可以来形容的凄惨了 我觉得国民党是害怕年轻人 在所有的民调里面 国民党年轻人的支持度惨不忍睹 但是你不能因为得不到年轻人支持 你就反对年轻人有参政权 就政党的长远发展 应该是要来做自我检讨 但国民党现在竟然含起了世代仇恨一般 等于你要切割年轻人 像这样子的政党不知反省自己 那等于国民党会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让年轻人参与政治共同决定国家未来 将公民权年龄下修已是世界主流 以亚洲国家为例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 近年都已将选举年龄调降到18岁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 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都是很严峻的 气候变迁、年金破产、房价、疫情等等的 事实上这些议题对我们来说 或者对世界各国来说 都是世代正义的议题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宪法 如果说国家的根本大法 那我们关系着世代正义 我们就不可能把青少年排除在 这些关键的议题 我们要怎么样决策的范围里面 因此世界各国事实上 都逐渐的把这些年轻人的意见拉进来 包含联合国也都一直在说 如果国家永续发展 那麻烦世界各国在决策的时候 就要让青少年参与 18岁公民权修宪案 已获得民进党、时代力量、民众党共识 就只剩国民党还在找理由杯葛 政坛分析是因为国民党 在年轻人的支持度太低 担心选举年龄下修后 会冲击蓝营自身选情 才会迟迟不肯点头答应 我认为他不应该传统里面的统计 然后就觉得说 反正青年人也不支持我 我就算了放弃 我认为他们更应该来面对一下 年轻世代的需求 18到19岁以这次公投为例 我们的选民事实上只有18万多而已 不到50万 那相较于其他的年龄层 例如说30岁到39岁可能就有350几万 40岁到49岁更多 有将近400万的选民 那这些48万左右的选民 会不会对台湾的选举造成了冲击 以近几年我们台湾的选举 我们会最后的分析 都说青年世代的返乡 青年的崛起影响了选举 包含了最近一次台中中俄选区的选举都能这样分析 因此在关键紧张的选区里面 我认为青年的选票加入将会造成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18岁公民权下修引发蓝绿在修宪议题上面的角力 面对蓝营极力杯格修宪案过关 民众似乎也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有网友就算建议国民党把投票年龄上修到70岁 这样比较有迎面 也有人针对学者的靠霸说发表看法 他们觉得这样的说法似乎会呛到蓝营自己人 并且反问年轻人18岁靠霸 20岁就突然转大人 这样的逻辑让人看了一头雾水 最后回到这次公民权下修议题 面对台湾终于有机会迈向更成熟的民主国家 国民党若始终执着于算计选票 或是因为担心对选情不利而反对 这样的刻意缺席 恐怕只会让国民党离年轻世代越来越远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